无边缘的烦恼 自己要下决心 远离他 不能沾染了 如果这个境界 人事的境界 物质的境界 会帮助我们正常 贪嗔直慢的 我们就要 提高 警觉性 有警觉性 以后怎么办呢 赶快远离 如果不赶快 就越新越深 深到那个程度 自己想离都离不开了 就完了 这些事情 我们都轻言看在眼里 能不能说呢 不能说 说了要接运筹 这李老师教给我的 我也亲眼看到他教学 台中 连学 这是老师建的造成 经修班的教师 大概就我们 摄影棚这么大 二十多个学生 好像二十二个学生 一个星期上一堂课 一堂课三个小时 我们同学当中 这二十几个人 就有三位同学 老师对他很客气 从来不说他们 坐在前面 有一些同学 也有五六个 老师常常打他们 骂他们 我们都见到过 所以我也怀疑 老师对人心不平 一个多月 老师找我谈话 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心 我是有 老师看出来了 跟我解释 我打他 骂他 那是可以学的 打不走的 他死心大地在那儿学习 那个不能讲的 你稍微说重一点 他脸就红了 就不能说了 知道 那是很爱面子的人 把他当作旁天神 我才明白了 这就学到这一招 决定不要给人写愿处 你说他的故事 他记恨在心 那么换一句话是 招了招的来生点报应 他要报复你 那又忽必呢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不能跟人接运着 话多了 不是好死去 心直口快 容易给人接运 这是确定 这个要开 我第一顶差颜颜观色 看着人家表情不对了 赶紧就别说了 他人家有好处赞他 人家有缺点别说 普贤菩萨教我们的 称赞如来 如来是信德 代表信德 与信德相应 消体忠心 离义廉耻 人爱和平 他有这种念头 有这种行为赞叹他 在佛法里头 直接修订 讲经教学 值得赞扬 值得赞扬 这一句话题都很深 意思很深 什么这叫赞扬 赞扬他 他没有傲慢的念头 值得赞扬 一赞扬 他自己就很得意了 别赞扬 那个赞扬什么 害他 毁育都不动心的 这种人 他有过失 可以赞扬他 他有好处 可以称赞他 为什么 他不动心 他不在乎 不是说人家一赞 我就很高兴了 一毁谤 我就很生气了 这个不可以 不能赞叹 也不能称扬 我们一生 除世带人 接我 才能圆满 跟人都是 接的善缘 不接我缘 我们一般讲 会做人 菩萨都会做人 菩萨都懂得 所以一定要 断自己的烦恼 戒律上所设的 全是自己烦恼 叫做人成员